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轮民看 我是轮斌 台北股市既昨天大涨了300多点之后 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涨势没有能够延续 即便昨天挥打了台积电的股价都表现得还不错了 不过开高之后却一路的往下拉回 然后多数的时间都在盘下震荡 那最终只有小涨23点盘中一度涨了将近百点 那其实对于短线大盘的走势位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如果相较于24416 它是一个简单型的一个头部的话 那么拉回来这里要建构的底部 它必然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复合式的一个底部 所以在操作上面 在所谓的反弹的过程里面 大家操作上面不用太过照进 所以你看前面两天连续弹了将近1500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严控持股 拉高现金 有没有近代买讯 结果你看连弹两天之后隔天是破 哇一下子跌了400多点 然后随着盘面的一些所谓的变数 慢慢的缓和之后 我告诉各位 心态上面你可以稍微积极一点了 但是一样 骚安物造 先锁定标的 然后近代买点的一个出现 好那为什么要骚安物造 不是说缓和下来了吗 为什么还要骚安物造 那其实我也跟各位说了 外部的环境 虽然缓和下来 它消除了没有 比如说什么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原本说要上谈判桌 结果呢 以色列莫名前面又去杀了一个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大家又很担心 那伊朗怎么样 会不会随时会发动 会不会发动 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变数 变数还在 虽然有缓和了 因为伊朗也讲说 它在考虑 可是考虑并不代表一定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变数有缓和 可是并没有消除 再者 国内还有一个重头戏 对不对 当时要公布七月的营收 而且 这个礼拜初的七月的营收 还有什么 还有第二季的季报 那你想啊 又要公布营收 又要公布季报 那这些双重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就个别股票 它会出现震荡 大盘自然也容易出现震荡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用急着 大家在抢股票的时候 你一窝蜂的去跟人家抢 你先锁定标的 等到这些营收的数字 季报的数字 它比较明朗之后 最重要的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如果有适合的买点 我们逢低再来买 是不是你的胜算更大 我举个例子你就更清楚 来 我说过近期啊 我们要锁定的标的是什么 一边被错伤 被低估的股票 哪些是被错伤 是被低估的 明明不干他的事情 结果 因为国际间的动荡 各位也知道吗 国际间的动荡 包含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所谓的伊朗 跟这个以色列的冲突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包含像美国的AI股价的一个拉回 这个辉达的一个GB200制成的一个 可能有一些瑕疵 甚至于 可能美国的一个警器 会被硬着陆等等 那这些其实讲穿别人的事情 人家的事情 不是人家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你这个族群 你这个题材是不跟这些有关系的 照说你的股价是不应该被影响 可是它居然还是被影响了 这叫什么 这叫被错伤 就好比我说的 相关的缺电概念 因为如果说以国内的政策来看 现在几乎要重启核电 至少就目前来看 重启核电的几率不高 那如果重启核电的几率不高 这整个缺电的相关的题材跟概念 是不是趋势就非常明显 至少在未来的四年 它的趋势就非常明确 那这个也不会因为国际间的动荡 而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可是偏偏它的股价也受影响了 所以我就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其实它就是趋势明确 它是被错杀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在季报公布也好用 或者营收公布 股价有出现波动 那我认为那就是更大的一个机会 例如说来今天这辆股票 哇一跌下来 吓死人了 中兴电一跌下来跌停板 有没有 一开盘莫名其妙跌停板 但你看像这种莫名其妙一开下来 好股票耶 对不对 就是因为公布的季报公布的营收 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 是不是机会你自己看 如果一开盘你这边敢买的 你至少今天它收链 变成只有跌半根耶 它没有涨它还是跌哦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够低的 你今天是不是赚半根了 有没有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昨天有一档股票 我花了特别久的时间跟各位讲 我说中兴电 华城我都看好 但是同样一个族群 各位都知道我要选什么 我要选空间最大的 因为空间最大你才能够赚最多 那怎么样能够空间最大 你的位阶要相对低 所以当时忘记的 我欢迎你回去看看我昨天的视频 在整个缺电的概念 我只有独尊一档股票 叫做什么 叫做6.9 6.8.6.9的云爆能源 为什么我独尊云爆能源 来 没有错 前面云爆能源从100块涨到300块 有没有 从这里加进100块有没有 涨到300块 它也有累积的相当的一个涨幅了 你说你涨了一倍两倍 难道位阶低吗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所谓的位阶低 位阶的高或低 并不代表 并不表示说 就从它绝对的低档到高点 它涨了多少 而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同样的一个概念 人家涨了多少 我涨了多少 如果人家涨了十倍 而我只有涨两倍 是不是代表我的位阶就低 同样的概念 我举机器人 记不记得 当时大家在追索罗门 在追罗生的时候 为什么要带着各位买昆银 为什么 不是昆银没有涨 而是昆银它涨得比人家少很多 所以当时你看我们买了昆银以后 我们做了两趟三趟 有没有都大获全胜 对不对 反而是先前已经涨高的这些罗生 又或者索罗门 反而在那边停看厅 在那边原地踏步 这个就是一个道理 你看来华城涨多少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嘛 有没有 光今年至少涨了五倍六倍了 那相较之下如果说 云豹 它只有涨两倍 甚至于两倍不到 它是不是位阶就相对低 更何况还不是 如果能以330来算 它当然相对涨两倍 它是从300多 一路又跌到了100多块 现在你说 今天跌停板是不是又回到一字头 是不是又回到了 几乎是没有涨的一个位置 那你认为 这是不是被错伤 这是不是被低估 所以我就像这样的股票一打下来 趁着利空也好 趁着季报营收打下来 你看你敢买的 来收在平盘了 几乎收在平盘了 你低档敢买的 你今天是不是 它还是跌哦 它跌一块半哦 但是相对的 你是不是赚了一根 几乎赚了一根涨停板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骚安勿躁 骚安勿躁 我看好的股票 我不会急着去追 我是不是我们近代买点 近代买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两天 它股价就是会波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锁定的 就是这些被错伤被低估的 那哪些还有哪些是被错伤被低估的 除了整个重电相关以外 其实你说那近期 AI 特别包含像这个挥打的股价波动 我也跟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挥打 纵使它现在在做它位阶的一个调整 涨多了修正是天经地义 但是会不会因为 哇那股价 挥打修正了30% 所以AI就不涨了 或者说整个AI的趋势就改变了 会不会 不会嘛 因为AI所衍生出来的 它的应用范围非常的广嘛 你不要说什么 机器人是不是也是用AI衍生出来的 好那讲到机器人 当然今天也非常的一个强嘛 对不对 刚刚我们也提到嘛 像昆盈有没有 那你看 讲到机器人你会想到谁 一样嘛 索罗门嘛 一样嘛 罗生嘛 还有就是后来 我们昆盈已经大赚了两三趟之后 大家又开始来追昆盈 所以你会想到就这些嘛 这些是不是好股票 都是好股票 但是我说这一个明确的趋势之下 在同样的题材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空间最大 都是好股票 不管索罗门 不管昆盈 不管罗生等等等等 都喝沟票了 但是我要的是空间最大 什么样能够空间最大 你位阶最低嘛 对不对 你的获利数字最漂亮 所以纵使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昆盈啦 罗生啦 什么 索罗门都是好股票 可是我要的是现在比较少人讲 甚至是没有人在讲 没有人在讲的股票 除了筹码干净是位阶相对也低 所以我们买了什么 今天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看到昨天我一直告诉各位 骚安勿躁 骚安勿躁 静待买点 什么买点 当股价有拉回的时候就是买点 所以我们今天出手 不是看坏股票 不是看空行情 而是趁着拉回的时候 你出手你要快稳准很 对不对 来我们今天买了什么 今天我们买了大营为系统 我只问各位早上好不好买 早上好不好买 有没有 后来很快的速度 啪啪啪啪 攻上涨停板 最后涨停板锁起来 来 打底打了这么久 对不对 今天才创下短线的高点 明天才要去挑战前波的高点 你需要去追吗 你需要去追那些 已经涨到天外天的股票吗 对不对 而且早上逢低买 今天这一根涨停板 是不是扎扎实实 需要去追涨停板门口吗 那你看 这是不是锁定的股票 买点一出现快稳准很 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除了大营为系统以外 还有什么 来我们再看 影汉 早上是不是一样有低点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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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也是锁起来 这是什么 这不就机器人吗 影汉也好 还有大营为系统也好 当然今天涨停可能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讲了 前面有谁在跟你讲这些股票 讲到机器人 你会想到了还是 索罗门 还是 昆银 还是什么 还是罗生这些 但是我说我们要的 不是这些股票 就不好 都是好股票 可是我要的是空间最大 涨最快的 所以 我的标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你说为什么要买影汉 你看 很简单吗 来 你看 去年还是亏损 去年亏损 今年第一季季报出来 从原本亏0.9后已经变成亏0.18 是不是很明显的 他的一个 所谓的亏损的一个幅度已经大幅的收敛 代表他的获利的一个营运的一个结构 获利的结构已经大幅的改善 最重要的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我说最新的是7月的营收 为什么7月的营收很重要 因为它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份 下半年的第一个月份 尤其对很多的科技类股来讲 它更是进入旺季的第一个 所谓的一个财报 一个成绩单 所以如果说你看来 7900万0.79亿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创新高 除了年月双增以后还创新高 而且你看这个月增 还将近65% 这代表什么 除了上半年的 上半年的一个营运比去年 要大幅改善以外 甚至于到了下半年 业绩会飞出去 那股价来 一样 有没有 整理了这么久 整理了这么久 而且相较于其他的机器人涨翻天 有没有 它的位阶也是来得相对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买这样的股票 有数字 未接又低 今天拉出涨停板 而且在很快的速度拉出涨停板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我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一直要各位 骚安勿躁 骚安勿躁 为什么 我们要等待买点 等待什么样的买点 就等待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有没有 像这样的股票的一个好的买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操作 我说做股票 不用急 看准了 再出手 一出手就是快稳准 有没有 我告诉各位 随着季报 随着七月营收 陆陆续续的揭露完之后 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被挫杀被低估的股票 可是偏偏未来 空间会很大的股票 还会一档一档的蹦出来 继今天的大盈为系统 继今天的影汉之后 我告诉各位 明天还有这一档 我认为 它也具备了大盈为 跟影汉的一个特质 甚至于 它还会后发先制 因为这两档今天已经出去了 它这一档 还没动 但是为什么还没动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说它会后发先制 我这样说好了 现在不是陆陆续续在公布季报吗 我偷偷的告诉你 它第二季的季报 注意听哦 要做笔记的赶快把它做下来 它第二季的季报 比第一季成长超过百分之一百 讲得白话一点 它第二季的获利比第一季 超过一倍以上的成长 超过一倍以上的成长 光是这个数字 你认为它该不该找 难道只有这样子吗 没有 还有 除了第二季的季报 毕竟第二季的季报 那是上半年的事情 上半年就已经飞出去了 那我再告诉你那下半年一样 我们刚刚讲银汉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7月的营收 是下半年营收的第一个月 它的代表性非常的高 至少就业内法人来看 都是看7月营收 如果说它7月营收会飞出去的话 那么通常代表它下半年的业绩 也会非常的好看 往往业内法人所锁定的 会狂买狂喷的股票 就是这种标的 那我再偷偷的告诉各位 除了第二季的季报 比第一季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这档股票7月份的营收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了 所以代表下半年的业绩 持续在成长 第二季的季报已经飞出去了 比第一季成长了一倍了 以上 下半年还继续喷 整体来讲 第二季的季报公布完之后 是不是整个上半年的业绩都知道了 它上半年的业绩 比去年一整年 几乎已经快要一样了了 几乎已经快要追上它去年一整年的获利了 那下半年又比上半年要更加的成长 投资朋友 你认为这样的股票 它会不会喷出去 那一样它还没有喷出去 而且都还在相对位阶比较低的一个低档区底部区 那这样的股票 你要不要趁着第一时间 我认为明天就会有一个好的买点 像这样的标的 你要不要第一时间跟上我们那个操作 所以要怎么样跟上 当然第一步加入我们股市博兵汉 来 官方账号 不管你用扫描QR Code也好 又或者输入ID也好 输入ID我还是温馨的在提醒 前面记得打小老鼠 否则跑到诈骗机团那边去了 然后输入完 加入到这个官方账号之后 还没有结束 来 注意了 记得 在我们的对话视窗 在我们对话视窗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来做一个登记 当明天买点一到 我带着会员大军开始买进的时候 也会带着各位做同样的动作 我们一起来掌握最佳的买点 所以还没有加入的 先加入到账号里面 记得再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那明天这一档标的 我们进场的时候 你也可以同步的跟上我们的操作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